大家好 我是劉國堅 Coach堅 我是舊時的運動員 曾經很多屆是香港的冠軍 並且為一個去過兩屆奧運會的男子運動員 除此之外 我近年都開始有一些見擊教學和訓練 今年很榮幸被選不為香港隊的教練 去帶領世界大山運動會的參賽 另外我自己也是一個大專講師 負責教一些sports coaching的科目 近日香港隊的男子派一件隊 非常之厲害 因為拿到聖居德寶大獎賽的隊制的銀牌 大家可能未必知道有多厲害 我跟大家講一講 南志花劍香港隊 首先贏了中國隊 之後贏了意大利隊 最後贏了法國隊 可惜最後輸給美國隊 但最後都贏了兩排 那是什麼概念呢 其實中國隊 意大利隊和法國隊 都是多屆的世界冠軍 和奧運的金牌得主 所以香港隊可以贏到 這些勁抽的勁女 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厲害的職責 我可以跟大家講一講 基本上香港隊 我也很熟悉的 例如張小倫 我那個年代當隊長的時候 他是一個新進的隊員 是一個非常全職的運動員 現在已經是大佬 至於楊梓嘉 以前是一個青年運動員 其實他是一個很堅持 也很勤力的運動員 我很喜歡他 至於蔡俊賢 其實今年 因為我帶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才會製作到他 因為他會參加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而我是一個教練的角色 他是一個 雖然他很厲害 但是他很謙虛 他也很刺激 也很刺激 總之張小倫 可能他太小了 我跟他很豐富 所以就不是很熟悉 這個教練 其實是Greg 其實是舊時的年度 我們那個年代是一些運動員 我們都曾經對賽過 其實我也想跟大家講 其實香港隊 有另一個教練 就是汪子 他教了很多年 香港隊 是交出成績 所以我都試著說 給他們 汪子隊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功勢 我今天為何在講這個影片呢 因為 當這個成績一出現之後 很多人就問 其實 教練 是不是香港隊 已經奧運入場卷 怎樣才奧運入場卷 怎樣才奧運 我自己去過兩輛 我也熟悉 那個 考慮的系統 所以今天跟大家講一講 究竟其實 在劍擊裡面 怎樣可以拿到一個奧運的資格 即是俗稱的奧運入場卷 看看這個範圍吧 2020年會在東京 舉行奧運會 劍擊的項目 總共有12個項目 換句話說 有12面金牌 哪12面呢 基本上就是 男子女子的花劍 男子女子重劍 男子女子配劍的個人 和團體賽 總共12面金牌 基本上 拿這個奧運入場卷 最主要是 根據 運動員的FIE的Ranking 即是世界排名 有一個日期 就是由今年的4月開始 去到 去到明年的4月 即是2020年的4月4日 就是 這一天的日期 的Ranking 就決定大家 去不去到 這個奧運會 有team和individual的event 我首先講一下 team的event 怎樣可以得到 入場卷 或者有多少張入場卷 每一個team的event 其實都會有8張入場卷 分兩個round去進行 去決定有多少個team可以進去 哪一隊可以去到奧運會 哪一隊可以去到奧運會 第一個round呢 就是 2020年4月4日 入 基本上 全世界這麼多個國家 哪四隊 是在top4的 那四隊 就會得到 入場卷 即是這四隊 就可以進去奧運 除此之外 如果 撇除了這四個國家 的入場卷之外 其他剩下的國家 會怎樣做呢 就是 FIE 國際劍聯 會把全世界分成四個 包括 亞太區 歐洲區 美洲區 和非洲區 每一個區 除了這四個 top4之外 每一個區的最高 排名的一個國家 就可以得到 一張入場卷 換句話 top4有四張入場卷 每個地方的top1 有一張入場卷 就是4加4 即是共有八張入場卷 這個就是 每一個團隊的活動 可以得到 最多是八張入場卷 即是非常非常之難的 香港隊 第一站 勝貝德國 是得到一個 銀牌 其實是一個很高分的 一個數目 所以 其實對他們 拿入場卷的機會 是會大大提升的 主要 主要是分三輪的 去競逐這個入場卷 第一輪就是 在隊伍中 有八隊 其實 你拿到隊伍的入場卷 已經自動 拿到三張個人 入場卷 即是全世界 八隊隊 乘以三張 入場卷 即是已經有 24張入場卷 分發出來 24張之後 有第二輪 第二輪的 就是 除了24張入場卷 以外 剩下的國家 運動員 就會分開四個 中間 那四個中間 最上級的國家 運動員 就會有六張入場卷 為什麼六張不是四張 四個中間 因為每個中間的強弱 都有分別 所以有些中間 會有兩張入場卷 比如 歐洲 會有兩張入場卷 即是 最強的國家 有兩張 亞太區 會有兩張入場卷 非洲 和 美洲 會有兩張入場卷 什麼意思 就是 只剩下 沒有入場卷 的國家 運動員 每一個國家 就會派一個 最上級的 運動員出來 在四個中間 去打 四個中間 每一個中間的 champion 就會去到奧運會 的入場卷 即是 這一回合總共有 多四張入場卷 去拿出來 你看看 整體來說 第一回合 二十四張 然後 六張 四張 加上 總共有三十四張入場卷 即每個 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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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有三十四張 奧運入場卷 基本上 這就是 分享裡面 奧運的 入場卷 支架 系統 如果大家 喜歡這個視頻 或者覺得幫到你的話 請like 和share我的facebook 和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你想知道 關於健肌的資訊 可以在上面的link 或者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會嘗試拍多些片 給大家看 那今天就這樣 我是劉國堅 Coach堅 兩家的運動員 拜拜 好 好